这一块位于基隆要塞司令部旁的停留停车场预定地 目前仍为地方临时停车场使用 由于进度延宕 来不及在去年底完成发包 由中央前瞻计划补助的经费 面临被收回的窘境 在立法院蔡世英出面争取下 交通部方面已经同意将该笔经费保留到今年6月 因为设计的时间有延宕的状况 本来交通部是表达要把这笔预算收回 基隆市政府有特别拜托 希望能够继续维持这笔预算 所以今天世英特别来邀请基隆市政府 还有交通部工作总局的人到现场来会看 实际的了解整个规划未来的进度 那刚才我们达成的共识是 这个案子在延后到今年的6月 工作总局有同意了 那我也非常感谢交通部工作总局 这笔预算能够继续保留着给基隆市政府 让他能够尽数来执行 那在这边世英也要请托基隆市政府 尽数把相关的权责关系 在6月前把它发生 让这笔预算不要再被收回 对于这笔经费能够获得保留 当地中沙里里长魏军龙 及市议员许瑞池都非常肯定 有呼吁基隆市政府方面 做好停车场周边出路等规划 因为翔丰街这一带的停车不容易 那民众对于这个停车场 其实真的期待已久 但因为种种的因素呢 导致这个工程一直没有办法发包 那公务总局呢 打算要撤回预算 那也非常感谢蔡新英委员呢 能够协调公务总局 来把这个预算做保留 所以希望我们金融市政府 能够尽快的发包施工 让这个中央补助的停车场 能够顺利的施工执行 交流出场王正宏 非常感谢蔡新英立委的协助 也强调将加快速度 预计7月施工工期两年 整个采购案预计是 今年5月到6月完成以后 那7月会正式来开工 那原则上我们这个案子 将近会有两年的工期 那我们也会 倾听地方的意见 那做沟通 那让工程能顺利完成 而对于9026县客运 持续引发争议 蔡新英表示 除了严重拖搬以外 还有路线变更问题 他已经于2月21号 在立法院召开协调会 要求公务总局依法查处裁罚 并限期审议新路线 希望在3月1号以后 不管是9026还是9026A 两条路线都需进入南港转运站 以方便通勤民众搭乘 到昨天为止 我问了公务总局 符合客运 并没有将后续的 新版的这样的一个路线的改变方案 送到公务总局 那我也有要求公务总局 请他们在今天 送到公务总局去审议 那我也拜托公务总局 说能够花三天的时间审议完毕 3月1号之后 就能够让9026A 以及9026的班次 全部都进到南港转运站 但我要说的是 我对于符合客运 过去的整个的运营状况 是没有什么信心 所以我有特别在请公务总局 严加的督促他 要能够来做后续的改善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